将烫熟的黑蟹加入油锅里 跟着葱 浇 蒜 大火拌炒 每一会儿这盘黑到闪闪发亮的炒黑蟹 就完美上桌 业者特别准备这道拿手家常菜 要迎接远道而来的贵客 一大盆黑色的黑蟹 每个都是业者辛苦培育的新鲜 这就是被誉为蟹类黑鑽石的日本大河黑蟹 目前野生品种在日本被列为冰维生物 当地研究十多年做不到人工养殖 但台东业者做到了 甚至连高龄82岁的日本黑蟹博士 都千里迢迢到台东取经 业者表示大河黑蟹的营养成分 是一般显类的七倍 自己十年前看准商机 就立刻引进台湾 并利用深层海水低温及富含矿物质的特性 成功进行人工养殖 去年回销日本市场 还创下年营收将近三亿台币的佳机 吸引日本学者率队到台东参访 研究黑蟹五十年的终身博士 对台湾业者的饲养技术 捕捞分类的机械化生产 赞不绝口 而业者也透露 今年适逢役后国境解封 再加上日本排放河污水等因素 外销订单直线成长 日前一增加疫苗量 将用以提炼险金产品 估计营收有望再翻倍 越是新闻 周镇台东市采访报导